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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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好景不长 两年后徐家世无意中惹恼了咸丰皇帝被降为常在 二十天后咸丰帝愚怒未消 再次下令把他降为官女子 官女子实际上就是宫女 徐家世一个月之内接连降级 由主子一下降为宫女 这让他非常悲痛 终日以泪洗面 幸好咸丰皇帝很快就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 八天后就封徐家世为常在 不久又重新封其为贵人 经过这次挫折 徐家世说话办事更加小心谨慎 千方百计讨好皇帝 终于重新赢得了咸丰的宠爱 不久后就怀孕 于1858年 生下了一名皇子 咸丰皇帝十分高兴 孩子刚过满月就封徐家世为贫 可惜 可惜小皇子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 徐家世 从此郁郁寡欢 再也没有生育过 玫瑰贵妃 在北京 他于1850年 这边生活带给他们短暂的轻松 倒到宫墙把这些女子禁锢起来 使他们很难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在后宫贵妃 在后宫嫔妃们的生活中 读书写字和画画占据了大多数时间 宫廷后妃和女卷 她们的生活起居都有固定的时间 像晚辈要给长辈去请安 问好 这是她们每天的活动之一 其他的时间就是学习 清代晚期的慈禧 她要写字 她要画画 她要看书 所以她也要求她身边的这些个 不管是女卷 公女还有女官都要进行学习 这一点上可能我们今天想象不到 他们在那种生活 就是养尊处优 怎么学习 其实他们看的书挺多的 这幅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福禄寿轴 上面就有慈禧用诸笔书写的 福禄寿三个字 其字形结构与众不同 福和禄两字借用同一篇旁 福禄之间有加写一个寿字 中间空白部分巧妙布局 画了一个主着拐杖的老寿星 更强调了寿字的含义 据说慈禧常常将自己写的字赏赐给大臣们 以示恩宠 除了读书写字和画画以外 做针线活也是贫碑们的必修课 我们今天可能是觉得我们到市场去买一件喜欢的衣服 喜欢的鞋的穿上了 他们那时候没有地方去买 当然了衣服是每年要订就给他们规定了 但是细小的那些个像内衣啊 内裤啊 这些小的鞋 袜子都要自己做 工里头留下来的东西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在工作中呢 就发现有一个箱子里面 这个箱子里面好多都是那种鞋帮 绣好的鞋帮 还有另外一堆呢 就是好多呢 是这个鞋底 画盘底 没有合到一起 这就证明是呢 大家在一起做 做完以后还没有来得及 把它合成一起呢 后宫单调寂寞的生活 使女眷们的精神比较压抑 如何休闲娱乐 排解抑郁的心情 就变得十分重要 看戏是嫔妃们主要的娱乐活动 清宫内务府下设生平署 掌理宫廷演戏的事物 今天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善本特藏部的生平署画册 就是生平署制作的 名为庆赏生平的清代彩绘戏曲半像谱 画册中的莲图均由宫廷画师 按照舞台上每出戏里 每个角色的正规半像绘制而成 养狗是宫中女性消遣的另一重要方式 清宫内务府下设养狗处 供养了数百只名犬 据说仅此喜就有几十只爱犬 从这幅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清宣宗行乐图中 可以看到两位公主的身边 就跑着两只漂亮的小狗 这幅道光地喜意秋庭图中 也可以看到许多小狗的身影 此外赏花和锤吊 也是清宫女眷们平日里喜爱的休闲活动 玫瑰妃春贵人行乐图 表现的就是这一场景 以玫瑰妃春贵人行乐图为代表的 这些清代宫廷画和历史遗存 让我们看到了清代后宫嫔妃们的真实生活 中国清代嫔妃的后宫生活 寂寞而单调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幅 玫瑰妃春贵人行乐图 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后宫女性 休闲娱乐的生动场面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 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看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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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